如果你拿来做设计的话 拿来当下日常办公应用的话 一期款完完全全是满足你了 当然 如果你要拿来多用几年 他这一台就是i9上十二GD的运行的程度 可以更好的给你扩展 可以多用几年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在这间数码咨询不离结 就在前几天我出了一期视频苹果笔记本 那里面我介绍了很多苹果笔记本当下的行情 那么很多粉丝就在咨询我 你能不能出1717年18年19年 他们距离是什么一个情况 他们的差别大不大 那么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这边到了17款18款19款 他们都是当年的旗舰机型 那么这三款苹果笔记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当年上市的行情都达到了差不多3万 那么如今啊 都是打骨折还骨折 我们今天暂时不讲这些 因为我所讲的是粉丝们所期待的 他们之间17款18款19款的顶配 到底怎么去区别 到底他们的性能满足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 我们分三步走 第一步呢 介绍他们的外观 第二步介绍他们的配置 第三步 我们用软件来检查他们的性能 这些性能 我又会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看哪些笔记本是符合你当下所需要的 我们非法不都说 情换样头 Let's go 兄弟们 摆在我前面这三台苹果笔记本呢 都是17款顶配的18款顶配的19款顶配的 那么这几位进行呢 到底如何选择 这三款苹果笔记本呢 当下来说也是最多的人选择 怎么选择呢 我们进一步 爱个爱台分析 首先 我们从第一步看他们的外观 可以看到他们的外观基本上是一样的 支持指纹触控 键盘布局也基本一样的 当然这台是16寸的屏幕 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从它的硬件着手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它的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一台2017款的314核的16gb的运行内程的速度是2133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18款的啊 这是18款顶配的和i96和i9的 这是一台i9的处理器 内存是32g 它的速度达到了DDR4的2400 当然它的显卡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显卡是pro560X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17款的显卡 这是pro560很明显 这台560X的肯定要比17款的要好 那我们实际使用当中 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区别呢 我们再进一步会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16款的 这台显卡是amdpro5500啊 这就是一个天花板的存在了amd 仔细看一下它的硬件参数是2019款16层的2038核16gb的2667DDR4代了 它的运行速度更加快的一步 那么基本上的参数硬件我已经给大家接受好了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具体跑分是怎么跑的啊 首先我们已经跑好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单核双核的一个性能 这边的单核17款的是988 然后多核的话是2798 这是一款18款的顶配 单核是1096 多核是513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9款的 19款的单核是1097 多核是6976啊 大家应该看清楚了吧 看到这里的话 大家应该有一个答案 因为18款的跟19款的单核 它们的性能是一样的 微乎即位的1096 1097 那多核的功能是 它这个是6核的i9的 它这个是8核的 很明显 它这台要更高 那么我们再切换它的独立显卡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独立显卡跑分达到了30814 那么我们再切换到这台18款高配的显卡是1747 很明显 这台顶配的16寸 当下拿来打游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虽然他们两台同时采用的是4db的独立显卡 但是跑分很明显 这一台比这台基本上就高了一半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台17款的独立显卡跟18款的独立显卡是接近的 因为它这台是560 这台是560差嘛 我们再接着地下一步测试 让大家更好的体验 因为它有独立显卡 我们用3d跑分 它能跑多少帧率 这样的结果有助于我们玩游戏 如果你要在乎玩游戏的话 这个跑分肯定不能少 为什么 因为这三台苹果笔记本都是英特尔的处理器 都有着独立显卡 都是可以玩一定的游戏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跑分帧率 首先 我们把这三台跑分 看它的跑分帧率目前能达到多少 这个3d测试软件也是我们通过花钱买回来的 很多人都不会用这样的软件去测试的 这是真实存在的啊 三台我们都已经准备好 现在这三台苹果笔记本 我们同时打开这个软件 我们进行一组 它的3d跑分性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17款的 基本上达到峰值最高是在 在50左右 4745 那我们看一下这台18款的峰值也是在运转啊 这一台最高的峰值啊 可能在60左右 因为它是560 它对比560肯定要好一些 我们再来看在19款的19款的基本上是在100左右的一个标准啊 看到没有100100基本上任何游戏都可以玩的 那么这三台苹果笔记本呢 苹果笔记本都是1718款的机王啊 就是顶配的天花板 给大家介绍他们的行情吧 这台我们走回来的行情是8950外观可以达到98星99星的一个状态 电池呢 也就是充电100多次 这台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7i50 因为它的运行内存这么高 如果你不注重玩一些大型的游戏 这一台完全可以用过56年78年是没有毛病的 当然这一台17款的也不错 虽然它采用的是i7四核的 但是它的行情很便宜啊4950就可以搞得定了 你们想一下这三台苹果笔记本怎么去选择 你们有答案了吧 那么我个人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你拿来做设计的话 拿来当下日常办公应用的话 一期款完完全全都满足你了 当然如果你要拿来多用几年 它这一台就是i9上时在地底的运行的成分 可以更好的给你扩展 可以多用几年 当然再来19款16存在就是颜值的天花板了 它的显卡性能实在太强了 玩当下的主类游戏一点都没有毛病 包括它有很强的音效独立芯片啊 关于苹果笔记本 他们在选择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你们怎么去检测的啊 其实呢 这些键盘我们都有专门的软件检测的打个比方 我们就用这个软件就可以检测 挨个挨个每台屏幕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检测键盘的时候 我们挨个挨个去检测的话 都是可以很好的检测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 知道吗 好啦 本期视频就暂时的介绍在这里 关于苹果笔记本要怎么选呢 还有很多机型 大家可以写在屏幕处 我们下期见 拜拜